哈囉大家好我是BOBO 我們今天要用 八千九百九十元的氣炸鍋 就這一台 跟零元的油炸鍋PK 看哪一個食物炸出來比較好吃 這一台的話呢 是我們用日本的敗代工購買的 然後他就從日本空運過來的 我的部分呢 就是用這一台氣炸鍋 那Kira的部分他就用油炸鍋 你這個叫做 懶人氣炸鍋高手 我就食物放進去就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要去好事多才買一些食材 沒問題好不好 我們就現在出發立馬去買食材吧 第一個就是鮭魚啊 你要買哪一個的啊 看媽媽 媽媽會看喔 媽媽那個鮭魚要怎麼看啊 喜歡買尾巴還是喜歡買甜蜜 啊要怎麼看 所以我們都是看尾巴 如果比較長的就比較有油脂 是的嗎 他這個就是比較沒有油脂的 哦 這個比較沒有油脂 買這個 多少錢啊 哇 665塊 你要炸什麼 蛤蜊 炸蛤蜊 這個要被炸 哈哈哈 要不然炸這個 不要 我們要來炸蝦耶 這個叫做 戴頭戴頭生蝦 好奇怪喔 本來就有戴手戴頭的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幫他選一個名字 那他裡面的蝦子其實蠻小隻的 大概只有這樣 沒有我知道啊 哈哈哈哈 我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因為宣傳手法好不好 實際上的蝦子你要 再砍半 他的蝦子就是這樣 中間這樣 那還用嗎 要棒子 沒關係啦 就是炸給大家看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要炸 要買炸的東西就是這個啦 唐羊炸雞 你說評價很高 這個是 老爸推薦的對不對 那我們拿一個 喔 超級冰 喔喔喔 超級冰 老婆可以嗎 我來拿 就這個啦 而且他已經幫你補好粉了 你必須不用再補粉 對 我們買了一個牛排 哇 這個要210耶 牛小排 走 我們去買 我們要買的炸豆 買雞蛋豆 對 對 喔 雞蛋豆 對對對 29塊 買了 這些 到時候再來用 起炸鍋炸炸看 那我們今天就買到這邊囉 跟大家拜拜 哈記 拜拜 登登 這次是我們剛買的一些食材啦 買了這個 一大盤的 蝦子 五股牛小排 樂 牛肉餡餅 我們買了一大盒的 鮭魚 然後這是其中一塊 最後一個呢 就是這個 糖羚羊炸雞 我等一下就用這一台 氣炸鍋炸 炸完之後再換皮膜來用 有炸鍋 炸這些食材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立馬來炸吧 現在我們要先炸的第一個就是 鮭魚 欸它超火的耶 天啊老婆妳有了氣炸鍋 什麼事情都難不倒妳啦 就這樣放進去就好了 只要把鮭魚這樣丟上去 就OK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放進去 送進鍋裡 然後就這樣放進去 然後電源 我們先用個七分 七分鐘 溫度的話我們有180度 然後我們就把它開始囉 好 開始 現在聲音沒有很大聲耶 沒有 沒有很大聲 滴滴 下一個就換妳 不要亂妳喔 小心了 妳不用那麼緊張的坐在那邊 我好不敢動耶 好緊張啊 我好像可以更懂耶 那我不能離那一台台機 為什麼 因為它的熱氣啊 是從 我看後面有一個三角形的標準 它就從這裡這樣 整個噴出來 所以建議各位啊 這個呢就是靠牆壁這樣就好了 因為它是用氣嘛 然後去炸它 要注意它的熱氣是從哪裡來 盡量去避開它 目前已經OK囉 到底摸熟的 這裡有熟還沒有熟 可以穿過去啊 熟了 熟了喔 嗯 成功了 熟了好香喔 妳用幾分啊 七分鐘 哇 這個真的是懶人在用的氣炸鍋耶 真的懶喔 妳吃吃看啊 嗯 好吃耶 我也要吃 喔 好新鮮喔 剛剛好耶 天啊 有點氣炸鍋 這麼的完美啊 有點肉超嫩 好我們下一個要炸什麼 我們要再 骰子牛 剛剛的牛肉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變骰子牛 好不好 上 好吃耶 我都想吃完耶 現在換骰子牛 對 我要把它送進去了 好 哇 還有不滋不滋的聲音耶 哇 牛肉好了 耶 我們來吃吃看 寶寶現在懷孕 懷孕期間呢不能吃沒有少的食物啊 所以我就先試吃來給大家看了 你先咬一小口 咬一小口 咬一小口你怎麼把一口塞 我要拍中間耶 神神 喔 好吃 哇 熟了耶 不錯耶 我覺得還滿成功的 這比波波自己在那邊煎得好好吃啊 我以後就靠你了 OK 我們換下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換下一樣呢 就是糖羊炸雞 來這邊丟進去 丟進去要把它平均放好 然後它有附一個說明書 它上面是寫180度7分鐘 可是因為它是有裹那種麵粉 那這個的話它是麵粉已經裹好了 所以我們應該會炸個6分鐘就好了 好了 各位 雞塊已經好了 金黃色耶 哇 這個看起來很美味啊這個 好厲害喔 氣炸鍋真的很強 很香耶 哇 肉好嫩 那你覺得用氣炸鍋炸出來的 有沒有比你自己親手炸的感覺還要好 我沒有親手炸鍋的東西 我只要我這個 我隨便輸什麼都可以 它真的是你的救星耶 你知道嗎 下一道料理就是炸蝦 而且我們還幫它去殼去的 媽媽幫忙用了 你看媽媽超有心啊 一指導說 哇 用這個氣炸鍋 其實我說真的 媽媽看到這一台呢 太很興奮了 好多十隻蝦 各位 那這十隻蝦呢 一樣喔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那老婆要幾分呢 186分 放開 兩點點 6分 很快你都會操作了 很簡單吧 非常easy 這個蝦子已經好了喔 現在就打開給大家看 很熟的感覺 這蝦子很棒耶 吃下去 吃下去 好吃耶 而且又不用摸殼耶 有炸蝦的感覺 如果說你蝦子在裹粉 更好喝 對 不過我覺得氣炸鍋真的太厲害了 你看我不會做半個都可以做一張料理耶 對對對 你知道他連這個氣炸鍋都可以做蛋糕耶 接下來就由你上場啊 OK 有我這種傳統做法給大家看齁 Let's go 這就是傳統的手藝 我這個兼工可是有了 50幾年廚藝的師父教導 他有今天現在這個成績 給大家看 哇 不酥氣炸鍋喔 吃吃看吧 來 來吃吃看 先咬一半啊 你都一口塞 都看不到裡面 喔什麼 傳統手藝的味道 比較好吃 真的喔 很香耶 我都聞到很香 來你吃吃 好啊 很好吃對不對 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味道似成醬汁 有 你知道我的師父是誰了吧 這就是我爸爸 沒錯 你看看這邊的肉 嗯 是不是煎得很好吃 那現在我們來試這個蝦子好不好 好我也想吃 這個蝦子的做法呢 我一樣得到我師父的教導 嗯 怎麼了 他的好吃捏 真的假的 真的 果然傳統的手藝也不錯 所以人家說啊 機器永遠比不上 人的手藝 可是你不會做菜的話 一定要靠他 沒錯 像我就是要靠他 嘿嘿 大師做的 蝦子 好好吃喔 很好吃對不對 而且好香喔 我有吃出一個味道 什麼味道 用奶油下去煎的味道 來一下 喔 這個是師父教導的 呵呵呵 要用奶油的香味下去煎 就可以煎出這樣的風格 現在要公布 實際上我自己做的料理 沒有師父教導的料理 喔 為什麼是黑色的 奇怪了 為什麼我自己煎的就變成這樣 為什麼熱狗斷掉 好吃啊 真的喔 嗯 好吃啊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這一台 跟這個五十幾年的師父的經驗 技術快相近了 我沒有五十幾年的經驗 所以我要買這一台 實際上如果真的還是要跟傳統手藝比起來的話 還是傳統手藝比較好吃 厲害吧 你不要看它看起來醜醜的 實際上是好吃的 很好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TK結束了 那這樣子吃下來呢 差不多是 怎麼說 這兩樣的話 五十年的傳統手藝 獲勝 更好吃 對 師父教的好 剛剛什麼鮭魚啊 炸雞那些 我跟你講 鮭魚是因為我沒有煎 但是如果說像炸雞那一種 傳統的在家沒有辦法炸 我們沒有五十年的廚師經驗 就要使用這一台 OK 想吃什麼就丟進去就對了 沒錯 好 你以後有飯可以吃 然後每天都吃氣大鍋的食物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PK就到這邊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那現在想要吃牛肉餡餅看看 一個給媽媽 一個給我 啊被你用到變形 那就好了